今天在昆德燕電話另外一邊有人稱四葉草的朱主愛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朱主愛 小丑 小丑 你好 我知道你剛剛就推出了一首新歌 叫老公公老婆婆 老公公老婆婆就是你的新歌 其實這首歌背後是你自己曲詞創作的 你的創作靈感是什麼呢 這首歌的靈感是來自我自己的親生故事 就是我自己的阿公阿嬤的故事 然後因為我從小看著他們一起 然後有很多的嘲嘲鬧鬧 互相吐槽 但是他們都一起吸收到老 然後對我來說 就是以其那種轟轟烈烈的愛情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愛情 我覺得吸水長流是很難得的 所以就也讓我想要寫這樣的一首歌 就是代表著老公公老婆婆他們的愛情 然後以站在我阿嬤的角度 去詮釋這樣的一首歌 你見到你阿公婆婆婆他們的愛情故事 是一個比較細水長流的感覺 但是是什麼原因 驅使到你覺得 這個感情可以用來寫歌呢 其實真正觸動我的一個點 就是我也覺得其實時間非常非常的過得很快 然後其實一轉眼 就是這些長輩們呢 其實他們每一次都一回家看到他們 就覺得他們老的特別特別的快 那我覺得以就是 作為一個孫女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很多 比如像我的阿嬤她會聽我的歌 就是睡覺 因為很簡單 然後她也是我的一個非常大的粉絲 所以我其實他們做了那麼多東西給我們 我也想要就是回饋她 我阿嬤就是一個紀念禮物這樣子 那切記點其實也是 在寫歌的時候 然後三年前我的阿公就是先離開了我們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就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好好地去把握這個時間的流失 然後也想要為他們做一些什麼東西 對 也算是給我阿嬤一個紀念禮物 嗯 就是為你的外婆做個紀念 因為可能你公公在幾年前就已經先離開了 那麼寫這首歌給她 讓她可以紀念一下這段感情 和送份禮物給她這樣的形式 但是我想問一問 就是無論在你這次的MV上面 你都有一個先離開這個概念 就是誰先離開 其實如果是你自己的話 比如說是你自己的話 在一種感情裡面 你是帶頭到老 當然是比較好 可是要選的話 你選你先走還是對方先走了 我覺得愛情是一個很自私的一個東西 就尤其是非常非常愛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 是一個很自私的情感 就如果 是我的話 我覺得我也會像我阿公一樣 在那個MV裡面去說 出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真的 你沒有辦法 去忍受 就是對方先離開這件事情 對 所以如果是我我也會選擇 我先走吧 對對對 老公公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我是老婆婆 我們呀漫步走走 走到呀全都掉落 老公公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我是老太婆 我們呀不眠不休 愛我就不准一個人先走 這一個MV呢 其實裡面有包含了很多 我聽我的阿公阿嬤他們年輕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好像我的阿公以前是一個被死手 然後他就很喜歡玩樂器呀 跟他的這個樂手們一起hang out 然後就每一次被我的阿嬤逮到 他沒有在工作 就跑出玩了 對所以我也把這樣的一些故事 以及他們很愛喝這個一起喝咖啡呀 下午茶 然後到這個很附近很local的一些地方 去茶餐廳啊 然後去就是去度過他們的午後 然後其實我也有把像居鑾啊 這個地方是馬來西亞他們的老家嘛 然後我也把它寫進這個歌裡面 對所以其實很多這些這個故事 雖然有一個時光穿越的這樣的一個特別的手法去呈現 但其實裡面是包含著很多的真實的一些故事小細節的 所以其實我也把這個概念就是 我自己寫了腳本 然後就跟導演他們一起去溝通 看怎麼把這個東西去實現出來 嗯 我知道這首歌其實第一次發表給大家聽到 就是在內地的一個選秀節目 那這首歌其實是一首比較簡單的歌來的 用這首歌去上節目 其實會不會覺得太過輕鬆呢 還是為什麼你會想將這首歌 在這個節目上做發表呢 啊其實 因為對我來說 這一次2020創造營的這個舞台 就是很重要 然後又是一個首秀 一個亮相嘛 所以我堅持就是想要用我自己的這個創作 就是以我以往的方式 我就抱著我的吉他 然後站上這個舞台去給大家唱 而我選了老公公老婆婆這首歌呢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而且我知道我的家人們 他們一定會守著電視機去看 所以我又經過隔離啊 然後就是離開家那麼遠 所以我就想要藉著這個機會 然後把它承包起來 就是一個很大的禮物送給我的阿嬤 對我想要就是我的家人們也聽得見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收到我就很開心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選就是 就同樣我也想要展現我的唱作 然後以及這首歌 對所以我覺得當時就覺得 嗯這個是一個對的決定 我就堅持想要用創作的方式去給大家唱 因為其實手秀唱創作是很不利的啦 就是因為別人沒有聽過嘛 對就是會比較冒險一點點 對但是我後來還是堅持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首歌在這個節目上面 你發表了以後 其實外面觀眾他們評審們 聽到以後其實都蠻喜歡的 你看到他們的反應你是怎麼想的 哦我其實這首歌承包了很多很多的愛 然後我覺得很妙的就是當你很用心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放了很多很多的愛進去 然後你同樣的也收回收到了更多更多的愛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就當我PO了這個歌 然後包括NV啊也出來了 然後就收到很多很多很感人的一些留言 包括他們可能這首歌勾起了更多人的回憶 然後也讓他們去把握他們自己 他們的愛人親人的這個時間 然後他們也跟我分享很多很多他們自己的一些親生故事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就是可能我創作的這個原由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以及跟他們一樣感同身受 然後去體會更多人生美好的東西 嗯 現在啦剛剛就新一年了 其實你新一年有沒有一些新的計劃 在到今年的發展計劃會是怎樣呢 今年的發展計劃呢 去年其實對我來說已經非常非常滿意了啦 因為就是又是疫情的關係嘛 但是我覺得已經我盡我所能做到很好了 我覺得又上了節目啦 又發了歌啊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後也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 然後就對我來說整個旅程都像過山車一樣 對所以我今年也希望會繼續在這個過山車上面不要下來 然後就發更多的歌啊 上更多的節目呀 拍戲呀 挑戰更多 可能我之前沒做過的事情 對我想要突破更多的突破 然後也希望可以帶好的作品去回饋 一直支持我的粉絲們 家人們 朋友們 對 嗯 那就希望你新一年可以說事情都順利 也可以把這些你想要做的東西越做越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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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牛年行大運 大大才運 哈哈哈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 謝謝 我們再聊天 再做飯玩好嗎 好呀 好呀 謝謝你 好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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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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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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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